欢迎收看地球王军线 我是Jerry苏宗宇 2024年除了买车关心车 大家是不是也很在意 我现在手上拿着用着的是哪一款手机呢 或者是您根本不止一只手机 您又是怎么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来个大票选 既然车子有金卡的奖 那今天我们针对于3C手机类 我们也来个3C达人们的最终票选 好不好 以专业的角度 他们的使用经验这么丰富 要来选出七档类 包括了最佳录影 最佳拍照 最佳性能 最佳设计 最佳折叠 最佳CP值 还有最佳均衡的机种 您心中会投给哪一台手机一票呢 我们首先就从这一家录影开始揭晓 来来来 年度这一家录影 达人们 六位朋友 Tim哥 阿辉 Kissplay 宇恩 红师 跟小旭 其实是一致 你们有看到 你们之前没有套招 没有说好吧 不熟啊 我们不熟 不熟吗 不熟你们的答案如此之一致 你们是全票都投给了iPhone15 Pro Max 所以来来来 这个奖项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对不对 没有错 虽然余恩他有比较多的选择 感觉你是一个选择障碍的 没错 超级超级选择障碍 我今天所有奖项都给两支以上 对不出来 Oh my God 花心 其他的朋友们说 原来可以复选了 没有啦 我们就是一人一票 除非你严重选择障碍 那Tim哥 来 我们就来看看iPhone15 Pro Max 那为什么被你们视为是 最佳录影手机 今天真的这个桌上 我觉得如果是我个人 我很想拿一个袋子来 通通打包带回家 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带走 但是以录影来讲 今年的iPhone15 Pro Max 我个人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是 因为以前我们在录影都是做基本的录影 然后因为它这一次呢 今年有变成Type-C了 终于跟安卓手机一样有Type-C了 那好处就是呢 它有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个支援叫Pro Race的功能 就是你的录影呢 你可以外置SSD接上去 就如果档案过大 档案太大 因为你在录Pro Race的时候呢 你的档案呢 它是一分钟6GB的大小 对 像阿辉这一颗是两T的那个储存空间 它只能录五个小时 就是300分钟左右 那你想一件事情 你今天手机 很多人就说够了啊 很够了吧 其实很够 对 但工作中就不一定 对不对 没错 像中文姐 我们去车展啊 或什么 要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而且你一定会录4K嘛 对不对 那我们在录4K的时候 第一个它可以有外置的SSD 可以外挂以外 像这个阿辉哥 这个也蛮棒的 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小体机的 这个外挂都好小料 你都可以这样子 就直接录影嘛 对 那再来就是说 你除了可以外挂SSD录影以外呢 它里面也有电影级模式 然后另外呢 你在那个 但这些Android的机种 没有比较强吗 但是它在录影上呢 最棒的地方呢 是可以支援到五倍变焦的录影 是 那今天你看了 我敲成五倍变焦录影以后 来 我当然是录美女啦 那我们在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录雨 其实它的画质是很好的 因为我发现 有些专业的摄影师 他们虽然自己也带大机器 可是有时候他们都会加上 15 Pro Max在那边拍细节 拍细节 就是在补单拍的时候 你会用得到 然后除了这个拍细节以外呢 它其实你今天看到 我刚刚有说一个电影级模式嘛 对不对 那电影级模式呢 我不会用这个 电影级模式其实很好用 有时候呢 你今天可能在路上的时候 旁边有很多人 但是你只focus在你身上而已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级模式 你就可以把背景的人全部虚化掉 所以它会聚焦在你 然后的主角上面 对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在录综艺节 各位你有没有发觉 非常清楚 那综艺节走的时候呢 他一样 他还是会对焦在你身上 他会跟着我是不是 对他跟着你啊 他那个框框就是一直跟着我 对那其他人都是虚化的 这个好处是呢 你就不会拍到别人了 而且呢 很多家里要拍宠物也可以用这个 宠物也可以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变成两倍 是 还是可以吗 虚化两倍 也很漂亮吧 真的吗 对也很漂亮 快速移动他也抓得到 他都抓得到 老实说啦 iPhone一直以来的录影都很强 所以如果你是14 Pro Max 说真的 他也是蛮好用的 OK 对你比如说你说你要补单拍啊 然后甚至于 因为我觉得这次换成Type-C 有一个最棒的点就是 你今天不外置SSD 那有一些麦克风呢 你可以直接有支援 那个Type-C的 你就可以一样 就是接着用 接着麦克风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我觉得换Type-C的优点在这里 就是它的延伸功能 便利性确实比较强 对 尤其是针对录影的人 OK 对 所以像我有时候我出国工作 我也是只有拿一只手机就出去 是 好 那其实不是只有Tim哥今天示范 这些功能就很强 因为显然就是所有在座各位 好 大家一致点头 而且投票的时候都投给了 iPhone 15 Pro Max 谢谢Tim哥 接下来 我们要来揭晓的是 最佳拍照 好 那容我回到这个 主持区 要帮你拿板子吗 因为主持人今天很忙 Tim哥请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揭晓的是 年度最佳拍照 我看到了 确实又有多数觉过半数 Tim哥 阿辉 Kidsplay 宇恩 然后还有小旭 都投给了 Vivo X100 Pro 因为这个其实是最新发表的机种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我们最在意的拍照功能 两位觉得刚刚最多数觉选的是 Vivo X100 Pro Vivo X100 Pro 它强在哪里 这一次真的真的很厉害 它呢可以发现镜头模组就很大 就表示它这次真的是为了拍照而来 三颗镜头都是五千万花束 然后都有蔡司提心镀膜的加持 你们两个拿着 都特别好看 真的 我觉得它的设计感也超级漂亮 对吧 女生都很吃颜值啊 这个才太新年了 而且这次刚刚综艺姐 我发现它有一个小巧思 它这个是弦乐的设计 它就是做出了一点 跟其他手机的区隔 没错 就也很被杀 没错 被你杀手 对 它这一次呢 在拍照的部分呢 有超级多不同的 像是在人像的部分 有蔡司镜头包 是 因为蔡司本来就是针对人像拍摄 很有一套嘛 所以它这边里头呢 有很多不同的光斑效果 你在拍照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很绚丽的感觉 来我帮综艺姐拍一张 我来用它们这次最新的一个 Beat Speed的一个光斑 好的来 一二三 好呦 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会把你整个虚化 变得非常非常的柔美 是很自然的 就真的很像用这种 单眼大炮拍出来的感觉 他有看到吗 这种感觉 对 然后如果今天像是 前阵子不是圣诞节吗 是 那种那灯火通明的时候 它整个光斑的效果 会更加的柔美的感觉 确实耶 就是 好像技术很好的人 没错 抓拍的样子 对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直接 用内建的拍照 但它其实内建呢 还有一个叫做 大师的人像镜头包 是在这边 就是它因为有 五种不同的焦段 因为在拍人像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时候 会近距离特写比较好看 有时候拍远的比较好看 它就是有针对不同的焦段 都给你不同的一个 像是有一些比较有街头感啊 比较复古感的等等 都可以直接做使用 大师的这个人像效果 来我们用 来现在85来拍一个肖像的感觉 我帮Kiss Play格拍一张 要用黑白的吗 没有 这边没有黑白的 对 你今天局的很亮眼 来我们还可以就是zooming到100倍的一个特写 像我们现在距离这么远 有没有 但是它直接zooming进去 Kiss Play的歌整个都还是非常的 呃 长相还是什么都非常的明显 看它胡子啊 胡子 放大看什么都超级清晰的 马来给大家看 有没有 而且它就是在就是头发啊 周围 然后这个天线 我觉得它其实也确实很帅耶 没错 没有那是本人的问题啦 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有Vivo X100 Pro之后呢 你所有的摄影大片都是轻松 可以直接就是发射群没有问题 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红纸 它这个是内建滤镜对不对 对内建的 可是它的滤镜真的看起来不会很假 对是非常自然的那种 然后它其实在不同的焦段 这就是女生喜欢的风格 就是你应该有帮我修饰 但我希望大家都看不出来你有修饰 就是自然的修饰 让你就是整个变得更加分 不过我觉得这一支X100 Pro 它其实在录影方面也增加了蛮多不同的玩法 像它这边有一个电影人像 电影人像呢 就是它这边有滤镜 然后你套上去之后呢 就会有像是那种复古的氛围感 有没有 我现在直接录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颜色色调的呈现 然后它整个比例又是那种比较狭长 真的很像在拍电影的感觉 确实 确实 然后它这个电影人像 你还可以去变更不同的对焦点 对 比方说现在 我站在后面 对 综艺姐站在前面 对 好 我现在直接录影哦 现在它的框框是对在综艺姐的脸上 但是我可以直接 嘿 改变对焦点 现在是换成对焦在红湿的脸上 但这个是录影功能 对 这个是录影功能 但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拍照最强 对 它是拍照最强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bonus 就是录影的部分也很不错 然后他们这次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可以拍太阳 对 因为过去不是都在强调拍月亮吗 对 但是这一代呢 其实是在强调说 可以就是让你在拍一些 日落时分的那种 夕阳与晖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厉害 OK 所以年度最佳拍照手机 Vivo X100 Pro 那现在要杀出一个陈咬金 是 因为刚刚红湿是唯一 他要选给小米 对 没错 因为刚刚这个是蔡司嘛 对不对 那想到摄影想到谁 莱卡 没错 所以小米他就是这两年 三年 从小米12开始 然后到今年的小米14 包含这个小米13 都是跟莱卡合作 那像刚刚他有的大师镜头包 小米也有 然后他也可以拍得远 然后也可以拍得漂亮 拍得清晰 而且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 莱卡人像真的是 太厉害了 会有一个来位 莱卡位 就是来位 有个莱卡位 对 就像500不是都拿着莱卡拍照吗 你要成为像500人 来这个位 就是这个 对 来 来了 拍一张 他就会立刻帮你演算 你看我们摄影棚的灯光 明明是就是比较明亮 然后偏温暖的 很多朋友这样哦 你就咔嚓 就拍了一张照片 我看起来就差不多嘛 他常差很多 细节在哪里 细节差在 你看看 我们可以放大 放大的 听哥的脸是清晰的 然后他整个的色调氛围 我觉得现在卖的是一种情怀 对 现在你看拍照 每一台手机都可以拍 有没有拍出那个feu 对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feu 对 大师怎么样是大师 就是他可以创造出别人没有的那个情感 会有故事感 那我想问一下啊 这一台 就只有 红氏觉得他很强 我也有投他一票 你也有投他一票 我也有投他 因为我们以为就只能 单一选项而已 对不对 我自己也有这台的地址 对啊 你有买 有买就有证明 对 我自己也有 加一 加一 但是你晓敏这一台 三欧就好 其实也是 大家一很好的选择 你拍照功能选他 对 没错 会满意 会喜欢 对 唯一就是他限量 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timing很微妙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台最强的 Vivo 他是刚出 刚出 很多朋友都以为他2024才出 其实他压在2023年底 对 所以如果你评价2023年的机器 他等于用最新的技术 对 大家的印象最深刻 对 然后去打别人 一整年 是 他连处理器都是很强啊 所以我觉得不公平 他就是全部是 没有公平啊 数据就是这么不公平 这个就叫做后发先制 对不对 你们年底要评选 我年底出一台最强的 大家来BB try 对吧 好 是 谢谢两位 好 接下来最佳性能机 Tim哥说 来 钟依姐 让我为大家服务一下吧 他要带大家看这个手办 好 来我帮大家来看一下 每个达人呢 他们投的票 你可以看到只有两位 投的票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大家呢 包含我自己都是投ROG Phone 7 那但是那个小旭 是投iPhone 15 Pro Max 然后宇恩呢 是 为什么宇恩都可以投两只 对 他每一个枪都投了 那都是负血 我想说提供的时候 可以帮我筛选一下 因为他说 各位大哥们 你们讲其中一款 然后另外一款我来讲 好不好 我永远有机会 可以讲到 但是多数就选了ROG Phone 7 没错 然后但是 iPhone 15 Pro Max 或iPhone 15 Pro系列 其实有很多电竞选手 也是拿他来打手游的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 对 但是以今天这样来看的话 ROG Phone 7还是占多数吧 好 那我们就请 阿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为什么多数人认为 它是最佳性能手机 你看光看这个盒子 我就觉得很酷很帅 其实几乎啦 虽然说高性能 你会带 其实不管 应该说高性能 不管是任何的操作 日常使用 甚至你工作 剪片都有影响 但最 说真的说真的 最主要还是打游戏 打手游 那应该说ROG 它其实就是一个电竞品牌 那我说话 其实我去年才刚介绍过一阵子而已 是的 而且那时候我的影响很深刻是它的配件 对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配件 但是呢 我们要说 为什么ROG会大家会选 其实更重要是 你除了跑分之外 它有一个风扇的配件 然后我们去年有说 它这边是一个小盖子 请看VCR 有VCR有看吗 你在运作的时候 接上这个风扇之后 它这个盖子会直接打开 所以它风扇 除了自点片之外 它风扇会直接吹到它机构内部的 所以真的可以降温 做温控的 而且重点是 一般的我们说跑分玩游戏 你可能玩游戏玩船舵对决 王者荣耀人可能是玩三分钟一举嘛 对不对 重点是 ROG Phone 7 它甚至可以到一小时不降频 就是因为有这个外界的风扇 然后这个风扇厉害的 还不止它的性能 它自己还有影响啊 没错 就是这一次 我觉得去年这一代真超级夸张 是因为它除了 除了你今天它有那个 把它装好 它除了它有 风扇跟自冷散热之外 它第一个它有立架 你要追剧你可以放桌上直接直接追剧 而且女孩子突然看到这点有加分吗 我就突然笑了 那我直接顺便讲 综艺姐讲到一个问题 我不拿来打游戏没关系 我可以拿来看 它上面还有重低音喇叭 对啊 它前面有双声到喇叭左右立体声嘛 它有重低音 让你统支统支更强烈 然后我觉得 男生女生完全是不一样的关注点 但不错啊 你很知道怎么打动女生 也来买这台手机 你真的买这个给女朋友说我还跟你追剧 结果你都在玩游戏 但我觉得女生买了有可能 你的另一半立刻巧去玩游戏 对然后另外重点是 它除了这个散热性能很强之外呢 它后面甚至有按键 你玩游戏的时候不是在点画面上要 要开锯机枪要开镜要开背包 所以确实电键品牌它就会想到 你所有要的环境 你可以按按钮去做控制 然后我们来说实用一点的好了 它除了就是性能最强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它的电力超级强 我一般我们之前开每一只手机开箱评测的时候 我们都说这手机有内建5000毫安时的大能量电池 我们通常开场都这样讲 那它呢 它内建多少 它内建6000 所以这也是我测过电力最强的手机 没有之一 它在最高更新率的情况下 就已经有大概测试完可以15小时 然后我最省电的可以到21小时 这什么概念 如果你打电动你玩传说对决 你玩什么 像是原神好了 你都大概可以打连续打个十几个小时 不用充电 它也会有电 然后如果看影片的话呢 看影片可以看24小时吧 不会太夸张 如果你追剧是有可能的 绷起来的时候 对 所以它其实在性能跟电力部分 都是给大家就是一个最强享受 然后配件部分 我觉得是更加分的一个项目 而且跟大家预告 马上星机ROG凤8就要来喔 OK 关注地球金线 哈哈哈哈 说得好 我们一定会最先 就抢先为大家开箱了 好不好 好 谢谢阿辉 所以 其实如果我们讲2023年 它给大家留下整个印象才很少 其实它也是目前就是电竞手机厂商 持续在耕耘的 那这点我倒觉得它现在慢慢的方向就是 它除了玩游戏墙之外 它电力也强嘛 所以很多朋友 甚至我其实朋友 他不玩游戏 但他要好的性能 他包含他在手机上剪片 是要越来越常见的 那你甚至可以做一些办公工作是可以的 好 所以看完了年度最佳性能手机 来 我自己转个面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下一项 年度最佳设计 我们先注意两个大字 叫做仇缺 吵架时间开始了 终于开始吵架了 我们终于看到有一项各自表述 就每个3C打人们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 就是真的是每一台手机抓到你们的点不一样 对不对 对 来 我们先来看 Tim哥选的是ZenFone 10 对 然后 阿辉 你选了两支 Kidsplay也选了三星的 折叠机 小旭选Motorora 也是折叠机 红丝选了一支 就是那一支 最特别 我自己觉得最好看的 最帅的那一支 是不是 对 我个人也觉得好好看 他就是设计的第一名 是的 因为又品牌联名 没错 你们可以选品牌联名 你们怎么可以拿好主持人 好 于恩 我们等一下来问问大家 你们看设计是看哪个点 我选ZenFone 10 是因为我觉得 今年 因为现在其实小尺寸手机太少了 然后它5.92寸 所以 它 我觉得 有些它的内在美也好 然后外在你看起来 因为小支 你好握 然后人家看那个双镜头 一看 这个ZenFone 10 然后另外的部分是 它背后其实很漂亮 那正面呢 阿辉就套一句阿辉哥说的话 正面就还好 它完全背影杀手 属于背影杀手 没错 但我的重点就是 因为它是小准手机 然后该有的都有 所以它内在外在 小而美 小而美 也有内在美 可以给过 给过 认同喔 可以认同 这个审美可以喔 来 阿辉 我选的答案是唯一 我选这个的 好 我跟大家说 其实Sony手机 我真的抱怨 抱怨很多大家知道 但是设计这件事情 有些设计是 它有设计特殊 好看跟坚持 那 Sony是少部分 我觉得它设计语言 一直有在传承的 像iPhone也是类似 就是你可能有 继续持续的 在做这个设计的延续 那其他厂牌手机 通常就是这一代做一做 下一代再做一做 好像是设计在看的感觉 那以这次 以目前来讲 Sony旗舰机 其实跟其他厂商 非常非常不同 现在大家如果多镜头 就三镜头 四镜头五镜头 然后每个人都是 我们说大镜头五组 像Oreo饼干一样 一个圆圈在后面 只有Sony是不一样 甚至它镜头突出 突起也比较少 然后外型设计 其实现在也是 就是目前真的是 少数的日系 风格手机 好像几乎是没有了 那它很特别 包括21.9 螢幕比例 当然有人会 戏称是遥控器的造型 但我觉得 它的设计的确 它特殊性够高 而且它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不需要跟大家 是一样设计 也可以做出好设计的外型 另外一台 这一点就抓到你了 对 我觉得算够特殊 另外一台让Kidsplay说好了 那我们先让小旭来说一下 因为它选Motorola 我觉得这个品牌 说实话 怎么你们都忘记它了吗 我就很怕大家也都忘记它了 只是我刚刚才想起来而已 你要坏醒了我们的记忆了 对 它真的很好看 因为我会选这一支 因为毕竟是谈设计奖 所以我基本上 从它的外型开始看起 基本上它今年跟这个 某知名品牌的这个联名的红色 这个Pantone紅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亮眼 另外的话 当然是我 我会把这一票投给它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外荧幕 真的是那个设计够创新 而且真的是实用的设计 对我来讲一个小折叠机 它的外荧幕可以很方正的去追剧 甚至你可以在那边打字 你可以回复信息 你可以看内容 这个外荧幕是完全是可用的程度 而不是只拿来阅读 那何况是它打开之后的内荧幕 又比一般的折叠机来的更狭长 所以它的可视范围又整个又更宽广 今天讲时尚 你就讲那么多功能 所以我才说它的设计 是对我来讲 是从颜色到内 我觉得因为找设计 大家也可以聊聊 你们如果不认同也可以说 没关系 我介绍这个 它不只是背影杀手 从内到外到实用性 这是到颜色 还有它的包装 你打开 这是我在2023年 唯一看到盒子打开 是有香水味的手机 真的 真的还有 就是你每次摸完 手上都会有残留蛋白的香味 那它香味会有不一样的 它也是跟一个 某一个知名的品牌的香水合作的 所以是单一系列的香味 所以它连味道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其实说实话 其实我觉得 设计本来就应该涵盖使用你 是是是 因为如果你不使用 那我要这支手机干嘛 对 对没错 我就吃不了它的设计啊 没错没错 那Kiss Boy 我为什么会没有选Motorola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颜色的关系 因为其实今年流行的原色 就是这两年流行的颜色 其实都是叫做不饱和的大地色系 那才是最 美拉德也是这种 对 因为它的颜色实在太饱和了 所以我没办法 这是原因之一 然后再来是 折叠机本来就是一个流行的元素 史上的元素 所以它可以折起来 变成什么 放这个小废包里面也OK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在萤幕的 刚刚小雪讲了萤幕的部分 我觉得萤幕跟它 镜头的那个比例 我觉得那个Z Flip 5 是做得最漂亮的一个 然后另外是在那个颜色挑选部分 而且还有在整个的机身的一个 就是边框跟旁边的那个 被盖的一个搭配上面 是整个非常俐落的 那因为我是觉得 镜头在Flip上 就是不能太突兀 它就是隐藏在里面就好了 最好是跟萤幕融为一体 所以我觉得Flip就做得非常的好 嗯 那头上这系列如果它还联名 联名 就是我选的了 等一下我怎么可以选联名款 所以如果是你 你会选联名款吗 我会选联名款 我刚才就想说 诶 感觉这个也很适合你的tone啊 通胖是我的手机啊 对 但是精品没有什么好说的 它就是设计的最佳代表 历久彌新 你不管什么时候回来看 它就是这么好看 嗯对而且 那个Z45 重点是它的那个手机旁边 还有那个logo的那种 人数 对 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它整套的配件啊 然后你在充电的时候 还有手表可以搭配 保护壳 打开来的主题 整套就是精品 所以最佳设计 钟一姐你知道我那支手机 我常常有时候拿去咖啡店 放在桌上 有人会问说那是什么手机 这个时候就是你打开业务的机会了 哦这个是Tom Brown的联名版 你有看过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说说你说说 对方是男的还是你的 男的 哈哈哈 所以真的有效哦 就是好的东西大家就是 哦会抢着要看 对是不是 好那雨安 来看看你所选的 我一样是选了两款 哈哈哈 最新的OPPO 5N3的大折叠机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那种方正的设计 刚好这一款它就是整个机身 这种的比较方方正正的 但是它却常有很多的小巧思 比方说它在那个波动那个三段 这一款是 的音量键的部分有做一个小小的 林格文设计 就是女生会对这种小巧思 特别的 觉得有用心 有加分 男性认不认同这种 看设计的角度不一样 其实我认同 其实那一支手机蛮漂亮的 对 金色很时尚 金色很漂亮是真的 大气 然后它的镜头模式也是很搭 但是呢 它是有做一个中轴对称的感觉 所以就是又方正又对称 看了就是赏心悦目 确实它背影也很美 对而且它不只 因为很多的手机 虽然会附手机壳给你 但可能是透明壳 但它附的也是一样的金色的壳 就我觉得这也是有用心到 对然后另外一款 realme 11 Pro系列 就是现在面前也是有两款 它这个绿色跟日出之城 两个颜色就是一眼辨识度就很高 然后他们主要是有跟前 Cucci的一个印花设计师联名合作 难怪 对然后他们是在设计上面 是有把一些生活美学融进去的 比方说这个日出之城就是圆形的模组 很像一个夕阳太阳出来的感觉 然后他们也还有一个手工的缝线设计 就是很像是夕阳照应到整条道路 那种意境很唯美 我就觉得很喜欢 我发现女生讲设计 我们还是确实会被它的 你知道它的元素 一些概念 对一些概念 然后呈现出来的那种颜色 线条吸引 然后男士们比较多确实会扣着 因为我们不知道可以选两个 不然我们也会选 那个realme 11 Pro的系列 那个设计真的很好看 那我问男士们想要加选 realme 11 Pro系列的举手 11 Pro系列 两位 我觉得它是皮革 最近今年有流行皮革被盖手机 又流行回来一次 然后它是其中最好看的一支 同意 对 因为它没有人中间这样缝线过去 那样子的那种美感 对啊 好看啊 它其实就是像是那种书页那种感觉 超美的 但如果我加选 我会选Tom Brown版 Tom Brown不算啦 他会一定有想加选吗 我一定选两支 我一定选 我一定选季Flip和Sony 因为设计部分真的蛮开 还有一个个人喜好 因为像Tom Brown 其实我之前也有Tom Brown 但是因为我喜欢白色Tom Brown 他喜欢白色Tom Brown 对 然后见黑的Tom Brown就是我的 为什么见得出黑色的 这样 我觉得它包含设计 也是有个人喜好的一个偏 偏好关系 但我们今天这样一次 因为达人朋友们 就是大家审美各有不同 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了 各个品牌 它们在设计上 独有的风格 你要有特色 你才能抓到我 不然就手机一片激海 平平无奇 你就跳不出来 对吧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最佳折叠机 最佳高CP值 还有最佳均衡 是哪一支机种 稍回来 第三届金卡奖开分车盘 达人专家 言论最嗨 评件车种 数量最嗨 最有公信力的车盘正式 还不快上王东西 地球黄金线 第三届金卡奖 TVBS地球黄金线 第三届金卡奖票选活动火热登场了 这次规模更大 有90款车 角逐17个奖项 请大家锁定地球黄金线官网 票选出您心目中的Dream Car 就有机会把周边号列带回家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大家选出来的年度最佳折叠机 其实说实话 就大手机拿习惯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 放口袋也没那么方便 放小包也没那么方便 折叠机确实出现了 之后我个人觉得 哎呀很值得来比较一下 大家的看法 其实还是有多数 因为OPPO的FINE N3 1 2 3 4 拿到了5票 5票 然后Tim哥 你选的是 FALL的5 FALL的5 也有其他朋友认同吗 没有耶 有 阿辉跟你一样 但是如果以最多数的话 那肯定就是OPPO的FINE N3 很强 它强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有时机 对不对 来 两位女生 再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洪诗跟雨恩 我这次最喜欢它的相机了 我们刚刚前面有蔡司 有萊卡 现在多了一个 哈苏 对 那因为折叠机大家会想说 体积这么小 你要怎么样塞入 比较厉害的镜头 它做到了 它就是用潜水艇的概念 然后塞入了一个潜望式的镜头 所以你现在拍圆的也可以 然后又有哈苏的色调加持 我觉得哈苏的色调跟前面两个 比较不一样 如果说萊卡你拍出来的是一个氛围感 哈苏它是一种 要清新一点点 对 小清新吗 对 我们可以拍小旭拍出清新感吗 我们这边没有清新的人可以拍 我们现在不现对象 我们趁现实力 来 什么不现对象 好我们来拍小旭哥试试看好了 好我们看能不能拍出清新感 因为我们就想要知道 小旭拍出清新感 有多清新 Fresh 小清新 好来一二三 很不舒服 好来一张喔 来以 我要不要急急讲究 OK我们来看一下清新感的部分 我们有清新到吗 就它会比较清透一点点 真的吗 像刚刚前面的萊卡可能会比较多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人的问题 它通透感会比较好 对 比较清透一点点 对 嗯 就是它整个色调上 对 它的对比比较不会那么浓烈 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对 然后特别是我觉得是在外拍 外拍有阳光的时候 那种感觉会非常的明显 更明显 对 户外拍出来的感觉会更长 有啦 我这边有一些实拍照 给大家看一下 对对 我们看少女的 不要看这个 像是这个在户外 就是真是有点接近傍晚时分 可以看到就是人像 除了很清楚之外 后方的一些云层啊 天空的云朵的细节 其实也都拍得很清楚 对 对 非常的有feel 确实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嗯 对不对 是人是人 所以你们在评 就是说 为什么觉得它现在是最棒的折叠机 除了外形好看 除了它的萤幕够大之外 拍照功能 嗯 还有呢 其实我觉得OPPO它们家的折叠机折痕 非常的不明显 嗯 就是可以看到我现在展开 它现在是一个全黑的状态 可是可以发现 除非我转到很侧很侧的一个角度 对 我们才看到中间那些 对 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折叠机 不敢入手就是怕这个折痕 但是我觉得OPPO它们家 不管是大折叠或小折叠 在折痕这一块都处理得很好 对 因为那个线很容易有一种撕裂感 你不喜事 没错 而且折起来一样很薄 它中间没有那个缝隙 对 它折起来其实手感是很轻盈的 对 你们两位谁更喜欢用折叠机 他比较喜欢 你比较喜欢 就我有大折叠也有小折叠 你也有小折叠 对对对对 小折叠对我来说就是女生小肺包 直接塞下去 然后就是很时尚拿起来 很轻巧很可爱 对 但大折叠我觉得就是对于工作上面 像是我觉得这一次 它有加入一些手势多工处理 比方说我现在一边开IG 然后一边我可能想要开YouTube 我就这样双支一起下滑 就可以同时打开两个不同的分页 就是非常 这确实很方便 对然后你还可以再把你想要加的 比方说相簿这样拉上来 拖曳过来 因为我自己是用 我不是用折叠机 但我就会觉得 我同时有两支手机在作业 对然后你想要看什么 就一起这样内容移来移去 就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让你一机就做好多事情 所以它非常适合拿来当工作机 对 我觉得很适合 这个也是很多商务人士的选择 对 看EXO报表 看什么都方便 对 因为确实 当它折起来的时候 它的分量感还是有的 没错 对 但是不至于太重 我觉得不至于太重 对 而且我们女生很常 都是两支手一起用手机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个重量分布是算蛮均匀的 因为这个机器 你就不会想要单手作业 对不对 单手操作 对 没错 对 宏信你自己也很喜欢这一支 对 我很喜欢 只是因为我这个人出手出脚的 折叠机的维修费用 我比较不敢用 那来聊一下这个 你觉得会比较 一定的 因为折叠机 你光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荧幕 它的维修费用 然后还有包括它的外荧幕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机构 转轴啊 转轴 所以我出手出脚的 我不太敢用折叠机 我是带两支手机 我有个好朋友叫西关杰 他前一阵子把三星的折叠机 掉到地上 被他小一支弄到地上 他去维修一万七 哇 OK 好 所以虽然折叠机很精彩 如果你在这个部分 你觉得也是一种风险跟成本的话 我们可以一定考虑进去 是的 我们买一支手机呢 你在想我花多少钱 然后怎么样效果高CP值 现在看到 达人们选出年度最佳高CP值 大大两个字重圈 因为他们选的都不一样 跟最佳设计一样 来来来 依依看起 Tim哥 以我的CP值的定义就是要便宜 那像三星的A54 以今天录影的价格呢 现在市面上8700块 那它呢 萤幕大小6.4寸 120Hz的更新率 三镜头 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 IP67的防水 5000毫安时的大电量 必演入 这个 这一支手机 从2023年的开卖那一天 开始一直到年底 它永远在热效旁绑前十米 确实 用销量说话 对 所以我就直接投它 OK 所以大家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吧 我等下一起讲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它的 但是符合真的是 比较入门的机种 但是很多人都会想到说 我要有效能 又要有那个价格 要不要太贵 对 但它我觉得A5的效能 我觉得就比较 没有那么的好一些 那Tim哥觉得 OK 我觉得买这支手机的人 不会因为效能 对 因为它就因为便宜两个字 对 8000多块钱 8700 好 阿辉 我 正常讲 CP值是什么 costal of performance 我好像讲英文好困难喔 哈哈 就是你每分钱买得到的东西 包含性能 所以其实我这边选的应该是 尤其是小米13T 我应该是 CP值边选的最高价手机 啊那个 iPhone除外啊 哈哈哈 对 但是因为它今年 以13T跟13T Pro 它是把之前旗舰机的东西 下放下来 以前像小米的定义 是这样啦 什么什么T 通常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三星的F1系列 就是它比较平价一点 但今年竟然把来卡 而且重点是把防水放进来 所以 它处理器又是比较顶级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讲 它就是旗舰机里面的CP值的选择 那它等于加了配备 那有加价吗 就是维持一样价格 但是多了防水 又多了来卡 多配备不加价 这样CP值就有高 然后再来就是 Poco 我其实我直接 对啊我这次 我一次选了四支手机 对啊 再创新高 对 其实我如果是没有限制 我每个都可以写四支 然后Poco的话 我觉得今天是很特别的机器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忘记 他讨论度是不是比较高 存在感太低了啦 其实这样我还是要说 Poco机器 以现在来讲比较麻烦 是他也不是每一支都很推 但是F5跟F5Poco 其他这两支机器的性价比 就真的是性价比的 价格多少 也是不到一万块 不到一万块 而且已经不到一万块 他有中上 中高等级的处理器 那他换到 换来的牺牲是什么 他的相机并不是那么定 但是也是中 也是中階以上的等级 但是他就是价格漂亮 然后你又可以 又有到可以玩游戏的程度 他不会像是A54 A54那就是入门的处理器嘛 他可以玩三宵游戏 哦 搞上去好快哦 直接 他也可以玩一些射击啦 有时射击 走啦 我都听出他们隐隐约约 叫我射箭过来 好那宇安 iPhone 15 Plus 我这边其实选这两支 分成Android陣營跟iOS陣營 哪有这样选的啊 太贵了 重新定义CP值 对 没有这两支都有各自的CP值 首先Moto Racer 40 Ultra 就是我觉得是在折叠机里头的CP值 因为我本身是折叠机爱好者嘛 嗯 2万多块 应该现在2万多块就可以买得到了 然后他有最大的外荧幕 有3.26寸的一个外荧幕 然后又很实用 又有香味 长得又漂亮 真的 他也知道普普通通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想要入门折叠机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我觉得这不能说服我你知道 有没有刚刚你们前面在那边讨论什么 折叠机维修费很贵 对那这个对于想要CP值的人怎么会去选折叠机 没有我相信会买 当如果你要买折叠机的时候 这个就是CP值最高的 对啊 可以先尝试 我觉得搞不好语恩的CP值是因为Moto Racer 现在的这个定价是跟原本的销售的定价 你们不敢讲跳嘴跳很大 现在我觉得算是降价蛮快的 降价蛮快 降价蛮快 所以他把它放到CP值 折叠机中的CP值 那iPhone你就觉得15% 对因为萤幕又大续航又长 它是目前续航最长的iPhone嘛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喜欢追剧 或者是喜欢那种看很大萤幕的人 就很适合 然后这次颜色又很可爱 刚刚前面就说 为什么我不挑去年的iPhone 14系列 今年颜色我比较喜欢啊 而且他很明显就是买心不买酒 对买心不买酒 对买心不买酒 好然后洪詩你的选择 我是Pixel 7a 但我觉得我要被挑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都害你讲话 你现在让人家讲话 哈哈哈哈 他在这边露出一个脸 7a他因为用了跟7一样的 就是旗舰的处理器 所以买7就好了嘛 那他价格差 他价格差 他现在价格还便宜 他现在价格只要一万块上下 一万块上下 你就有旗舰的处理器 然后拍照也不错 然后重点是 因为他是Google自己原生的系统 所以Google会给他五年的软硬体更新 你至少说不用怕用了用几年之后 不怕被抛弃 对不会被放生 就是你一直可以有安全性更新 至少你的资料上面是比较安全的 也不怕就是相容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是我心中的CP值 我必须想帮 我帮你 我帮你韩扣一下 因为我觉得7a他有个好处 是因为我今年我去了京都嘛 人太多了 那时候我带一只Google手机去 你就可以把后面人全部P掉 对对对 他有这个魔术橡皮擦功能 他一些软体是新的 都是新的功能 可以新的技术可以使用 那你要挑战 好啦如果真的要讲 我先说他好处好了 而且很简单 一句话可以讲过他最重点 他就是非中国手机CP值最高的 可以 可以 但问题是因为我当初我有做评测影片 下面全部我都在喷 因为他的上市价 企业上市价 跟当时的Pixel 7的价格 是一模一样的 对因为他上市的时候晚了旗舰机半年 所以那时候旗舰机已经掉价了 然后就跟他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又到了年底了 两个在掉一波之后 他现在还可以入手 所以现在有价差 跟7有价差 不然有时候 那我就买7就好了 对不对 其实买7 因为其实他除以7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优点是 7A跟7性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也许是7A性能不够好 也许也是有这种说法 而且也有传闻说 有可能今年是最后一代 也有A系列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值得收藏的一个 对 但是你不是买新不买旧吗 对所以你在买8了 新系列出来的时候就 不值得收藏 会不会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Gossip Peaks 你可以从各个面向来讨论 Kiss Play你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选 你觉得这个答案没有人会挑战你 我觉得会选 就是要选外型好看 加上的拍照又好看 都不行喔 没错 刚刚我们都有同意 那个Realme的那个 你不要吱吱吱吱的 吱吱吱你帮他啦 你跟他头一样的 不是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选那只好看嘛 在写时尚的时候 知名设计是设计的 对对 Gucci的嘛 皮革的材质 对 因为他的拍照也很好 然后他性能也很好 那这么好的手机 为什么又便宜 为什么不选他呢 等一下等一下 有两件事情喔 第一个你知道吗 你要先吃饱 你在吃巧 我从来没有看 听过人家CP值在讲 这只手机很好看 CP值很高 所以就像说 喔这个LV很好看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 但是LV很超值 跟POMOS相比的话 这个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以中间手机来讲 你可以选到一支 这么漂亮的手机吗 然后再来是你知道 性能优异这件事情 天玑7050 他就天玑1080 他如果是有性能好 有 他比A54好 是是是是 是比他好没错啊 对但他比A54还要贵 但是你要再这么 你要想想看喔 中价位的手底 他性能 他性能 比8700块的POMOS还要差喔 但POMOS不好看啊 没关系 CP值不用考虑外型好吗 我跟你说 我觉得真的就是青菜如波各有所爱 对 但Kiss Bray我跟你说 是 你有队友 你的队友叫做林小逊 等一下 我们就来看时机 为什么他在六票当中 至少他拿到了两票 对嘛至少 我们获得两票 没有共识好不好 好的 稍后来看 马上会来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至少小旭 Kiss Bray 都选他为年度最佳高CP值手机 这么多里面有两个人选 他就赢了 好那相对多数 对相对多数 我来均衡大概说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刚才Kiss Bray有讲了一下他的特色 但外型是他一个很强硬的地方 我们这一区所看到的 这个都是大家达人所推荐的 这个高CP值的手机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区 我刚说外型 我想就不用多说 那虽然阿辉说 外型怎么可以例如评比呢 但是其实是不可否认 外型就像刚才 就第一眼要吸引我啊 就像刚才说的某名牌手机 放在桌上人家会多看一眼是一样的 其实他还是有吸睛的感觉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我拿在手中被人家注目 甚至这个大 这个Oreo饼按的造型 也是现在最流行的 而且大家因为现在 大概只看到漂亮的颜色 其实它的材质 对 也是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细节其实也做得非常好 那这是外型的部分 另外的话 我个人很喜欢 我相信Kiss Bray也是 拍照的部分 我个人是觉得 在目前这整个 目前在座的这几只高CP值 高CP值手机里面 我个人是觉得它是最好拍的 而且成功率最高的 而且在这个内建 好上手 好上手 而且真的是随手拍 随手好看 它的氛围感其实也很强 那因为它 它是撕出OPPO 整个是吸出同门的系统 所以其实它在自拍的部分 其实表现也非常的好 3200万画素的自拍 其实跟后镜头 整个搭配起来的拍照效果 真的我个人觉得 就是在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 再者充电80瓦 可以在半小时整个充包 所以我是觉得 在整体的设计里面 在目前一万多块就可以入手 它的标 标准定价是一万六千九 那以目前的市售价格来说 跟这一区 其实也都相差不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外查了 我外查了 一万二 一万二 所以如果站在外型 效能 效能它没有太突出 但是以一般消费者来说够用了 像拍照 然后整个充电到整个大容量电池 到整个外观设计 然后整个的手感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一支是我个人所推荐的 Kissberry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好没有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那个滤镜部分 是非常棒的 因为它很多人喜欢用滤镜 尤其年轻人 那像realme 其实是很贴近年轻人的手机 所以realme的手机 它在滤镜里面 有一个街拍模式 其实刚刚我们前面 其实讲到什么 莱惟啦 蔡思 其实在这个realme手机里面 它的内建的滤镜 realme手机 在目前所有的智慧型手机里面 它是滤镜效果最多的手机 它从拍照模式有滤镜 街拍模式有滤镜 到了移轴模式有滤镜 到了夜拍模式也有滤镜 每一个模式都有滤镜 所以以它的整体使用来说 对于一般喜欢拍照 有从事不同风格的人 它都有很多的选择 当然自拍也有 所以在整个 所有的手机里面 我要讲它是滤镜最多的手机 绝对不夸张 OK 那它滤镜最多 这是可能大家平常 没有滤镜就活不下去的人 你会觉得太赞了 而且自拍也有滤镜 刚刚我们所讲的 它也有 那它拍出来的效果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因为我刚才说 不会很假的 它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刚才说 它其实就是撕出于OPPO的 这个同门的整个系统 所以整个调教来讲 也是非常接近 好 所以它得到两票 年度最佳CP值 虽然我们取 我们讲绝对多数是从缺 但是不可会言 但我们有相对多数 就是在做这几支 我个人是觉得 真的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我知道 可以投多票之后 像13T Pro 其实也在我的这个选择 我跟你讲 2024年年底 我们都知道可以投30票 没有 我们会重新制定严格的规则 就是一人一票 要录到下午 如果3C打人们 还选择障碍 那我只能说品牌很厉害 对不对 每一个品牌都各自有 它各自的吸引力 跟喜欢的族群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 应该也不能说是最大奖 但是如果真的要 从这么多手机里面 要从这么多的 各自有的优缺点里面 然后去选出一支 大家觉得年度最佳手机 该是什么条件 会是哪一支呢 稍后来 好 我们的3C打人朋友们 他们所选出的 2023年年度最佳手机 其实指的就是 它的各项表现非常的均衡 而最后众望所归 三星的Galaxy S23 Ultra 那其实呢 你看1 2 3 4 拿到了4票 但是iPhone 15 Pro 1 2 3 也有3票 如果我可以投2票 我第二票也是15 Pro 我跟你讲 前辈们 你们不要一直说 雨恩为什么选2票 在这里 Kespray跟阿辉 对不起 你自己也 前辈 没有 我没有说 我没有念 那个雨恩不能投多票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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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 一次投4票了 是我今天带来的 大家有共识的 S23 Ultra 对 会选S23 Ultra 原因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拍照部分 虽然说新的手机 有它的那种拍照模式 但是以望远来讲 它的三倍光学 十倍光学 还是最强的 以规格来讲 那整个拍出来的效果 压缩感部分 也是最好的 那录影部分 虽然也没有像iPhone15那么顶尖 但也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在拍照 摄影部分 都是零列前茅 但都不是最顶尖 就它各项都可以是佼佼者 对对对 假设都是第二名好了 但是就是平均的第二名 但是合起来就是第一名 我也是第一名 对对对 然后效能的部分 当然就不用说 就是前一代的 那个Gen2的处理器 那也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关键 是在它的生态系 它的生态系非常好 因为它现在Windows跟Android 有合作一个叫做什么 连接到Windows 但是它的连接到Windows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 三星跟Windows有做一个协定 所以它里面的功能 是包含最多的 那另外它的安全性部分 也是表现得非常好 就是说你的密码 什么或资料 可以存在它的 被保护的手机里面 因为之前大家还是都觉得 好像Apple的安全性高一点 对 而且S23 Ultra 还有一支笔 对 最重要的还有S-Pen 对 它有这支笔 它还有一支笔 对 你觉得那个真的很实用吗 其实蛮多人都很喜欢用这支 它要用的时候就有 你如果没有笔 这辈子用不到 多就是多一个 我们真的有朋友是因为 这支笔而买这支手机 我是因为这支笔 所以用这支手机 而且不要说别的 光是你合照的时候 它是无限遥控器 也不要忘记 对啊 无限遥控器也快给拍照了 对 没错 没错 那确实 难怪大家都觉得它是你的最像 而且它是所有手机里面有整个悠悠卡 跟信用卡刷卡最方便 没错 对 闪送配悠悠卡超好用 对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 第三届金卡奖 嗨分车谈 达人专家 言论最嗨 评线车种 数量最嗨 最有公信力的车牌正式 还不快上汪东西 历程黄金线 第三届金卡奖 第十届金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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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金卡奖